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节目的文案有5600字 我大约会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述 这是我们解读乌合之众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先来回顾一下 上期节目我们都说了一些什么 主要呢就是回答了一个问题 个人在进入群体之后会性情大变 原因是原始本能被释放了 在暗示和传染的影响之下 个体被潜意识所控制 那我们就在这个答案的基础上再追问了一层 决定群体行为的底层代码又是什么呢 勒庞的回答呢 是因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的共同影响 间接因素呢 是观念和思想在群体当中的长期影响 直接因素呢 是引爆群体行为的导火索 前者啊 就像是长时间的重恳以示 而后者呢 则像是一次猛烈的台风 房屋看上去啊 是被这次台风给摧毁掉的 但其实呢 它的内部早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长期因素分别是民族性格 传统 还有时间 每个民族啊 都在漫长的时光当中培养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和传统 这是别的民族不可能复制的 也是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改变的 勒庞特别指出 我们曾经以为啊 通过政治制度建设和国民教育 是可以扭转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的 甚至可以改变民族的整体性格 但其实 勒庞认为这是做不到的 首先 一个民族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随意选择政治制度 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一样 统治的方式是民族自己的性格所决定的 而并非是哪一届政府可以左右的 其次呢 制度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只有合适与不合适 看似专注的君主制却成就了最民主的英国 而看似民主的共和制呢 在很多国家依然表现出了极端的专制主义 那么教育呢 在勒庞看来啊 他既不能够使人幸福 也不能够教人道德 甚至他还不能改变人的本质和性情 勒庞就严重地抨击了硬食教育 他认为啊 硬食教育给下一代带来的只有死记硬背和无条件的屈从 勒庞推崇英国式的教育 就是放下呆板的教科书到生产的第一线去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锻炼人们最真实的生活技能 如果把人交成社会机器上的某个零件 那么当这个零件找不到合适位置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会被轻易煽动的反动者 而如果让他成为一台自主的发动机 那么他就总能找到体现出自己价值的地方 最后 决定群体行为的直接因素也有三个 一个是形象 群众很容易被鲜明的形象所打动 面对群众 任何的说理和论证在形象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第二是口号 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上 口号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很少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像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大词的含义 但是无数人却会为了这些所谓的意义甘愿赴汤蹈火 第三个是幻象 我们从对自然的敬畏到对神灵的崇拜 再到对哲学和科学的崇拜 其实一直都在被幻象所包围着 凡是为群体提供幻象的都被封为主人 凡是让幻象破灭的均沦为牺牲品 幻象带来的激情和偏执 让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 我们并非是理性的动物偶尔感动 其实我们都是感性的动物 偶尔才会去思考 我们当然自觉理性是个好东西 但是文明的主要动力 依然是那些非理性的感情 像是爱尊严荣誉宗教和爱国主义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作为乌合之众的最后一期 我们要聊的话题啊 我想应该有不少的同学都非常的关心 那就是如何成为群体的领袖 作为领袖 当然需要一些普通人不具备的特质 这可能并非人人都能够修炼得来 但是呢 也还有一些法门 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 比方说 怎么让我们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人 让自己的意见 能够在群体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有一些看起来简单 却非常有效的说服技巧 这些啊 确实可以帮助我们 获得更多的影响力 首先 领袖的出现 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因为这就是群体的本能 但凡组成群体 其中的个人 就会本能的 让自己臣服于某位领袖的统治之下 领袖的作用呢 是统一群众们的意见 把它转变成为实践的力量 转变成为改变现实的行动 有领袖的群体呢 就像是狼群 而如果没有领袖 那群体不过是散漫 而且温和的羊群 乐旁总结说啊 领袖需要具备的超凡特质 并不是学富武车 聪慧过人 或者是深谋远虑 都不是这些 而是极端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极端 一个人啊 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和周围的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当这个人 拥有了某种极端信念之后 群体就开始欢迎他了 群体越是欢迎 他就越是极端 进而赢得更多人的拥戴 紧接着便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领袖 这个论断啊 是不是听起来太偏激 太没道理了 实在是难以接受 但是我们静下心来 回想一下之前提到的 那些关于群体的特性 群众并不拥有理性和智慧 他们要的就是简单 直接的理想主义的信念 要的就是无视一切理想 与现实之间隔阂的幻想 要的就是能够摧毁一切阻碍的力量 那么一位极端的领袖 能够给予群众的 不就正是这些东西吗 想想罗布斯比尔和希特勒 想想我们之前聊过的 扎卡维和巴格达迪 以及那些被我们冠以 乌合之众称号的 民族运动的领袖 哪一个不是极端分子的代表呢 如果您觉得 这些人都太过于负面了 那我们侧目看一看 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 这两个人 对于产品有着偏执的要求 对于理想有着疯狂的追求 对于身边的人呢 表现出的是不尽人情 甚至是出口成脏的羞辱 这两个人都是同事眼中的暴君 都表现出了极端的特质 而正是这样的商业领袖 追随着无数 创造了划时代的产品 领导着世界级的公司 勒庞说 在那些容易兴奋的 半癫狂的 神经有毛病的 以及处于疯子边缘的人当中 特别容易诞生领袖 或许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疯子和天才之间 只有一线之格 这样极端的人格 确实造就了极端的成功 那么极端的人 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 成为领袖 有这么几个主要的 正面的原因 第一个呢 是极端的人 他会拥有坚定的信仰 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 无不拥有狂热的信仰 这让他的意见 在群体当中 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和支持 信仰 可以在他自己 和群体的心中 唤起一股 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在我们人类 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 能够与信仰相媲美的 说他能够移山填海 都毫不为国 而这种信仰呢 可以是宗教 可以是国家 可以是政治 当然 它也可以是组织和公司 而领袖 他个人的能力和禀赋 都会在这种群体的信仰当中 被迅速的放大 最终付诸于群体的行动 左右现实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正面的原因 坚定的信仰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是极端的人 拥有无比的意志力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 他远远的看见南墙 掉头离开了 那么 这是一个睿智的人 如果他撞到南墙上回头 那他是一个能够总结经验 懂得自省的人 而如果一个人 不断地往南墙上面撞 反复地撞 那他就是一意孤行 但如果 他最后集结了越来越多的人 把南墙给撞塌了 冲了过去 那这个人 毫无疑问 就是领袖 极端的人 他所具备的持久意志力 是一种极为强大和罕见的品质 勒庞说 没有任何人 就算是大自然和上帝 都没有办法阻止这种人的步伐 书中提到了雷塞布的例子 话说 在1854年 雷塞布 他从埃及人手上 拿到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权利 在此后的十年间 他将这条运河凿通 成为了第一个 把大陆一分为二的人 他所做成的这件事 可是过去三千年的时间里 连那些最伟大的统治者 都没能够做成 在这项事业当中 雷塞布战胜了一切的阻力 英国人打击他 法国领事馆带头反对他 包括海军部长和那些工程师 等等一切富有经验 受过科学训练的人 全全部步都成为了他的敌人 这些人都站在科学的立场上 断定这将是一场灾难 可最终呢 雷塞布还是把不可能 变成为了可能 勒庞说 想要成为真正的领袖 光有狂热的信仰 那是不够的 还必须具备这般强大的 罕见的意志力 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 宗教狂和野心家居多 而真正的伟大领袖 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其实啊 这个道理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 是那么的显而易见 并不是说 我们要把自己塑造成为 一个偏执和极端的人 而是一个人 对一件事情 有着信仰般的狂热 并且拥有着惊人的意志力 将它持续下去 只要这件事情 是在创造价值 就算幸运女神 把她拉进了黑名单 但凡有日积月累 水滴石川的力量存在 我绝不相信 她终其一生 都会默默无闻 一事无成 以上 极端的性格 狂热的信仰 和持久的意志力 就是领袖 所具备的特殊品质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一说 领袖需要掌握的 动员手段 分别是断言 重复和传染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学习 加以运用的 获得影响力的技巧 首先是断言 你的观点 一定要以简洁有力的 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 像是也许 大概 可能 应该 我个人认为 这些在我的节目当中 同学们会反复经常听到的词语 通通都应该去掉 正如我们之前所讲 群众 他不喜欢推理和证明 一个断言 他越是简单明了 越是言之凿凿 越是不容置疑 那么 他就越有威力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发生在16世纪的瑞士 一个叫做帕拉奇斯的人 他被尊称为炼金术师的顶峰 他就言之凿凿的对外宣称 自己掌握了炼金术的全部奥秘 像这样的大话 不仅没有引来嘲讽 反而引来了众多狂热信徒的崇拜 这个帕拉奇斯年轻的时候 就懂得如何运用断言来蛊惑群众 在他33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了大学的教授 也算是年轻有为了 在课堂上面 他表现得非常傲慢 当众烧毁了许多前辈的著作 而且口出狂言说 这些东西还不如他脚后根里面 所蕴含的智慧丰富 他这种疯狂的举动 赢得了学生们更加疯狂的崇拜 断言的影响力 让群众为之疯狂 特别是当群众陷入狂热之后 你需要做的 就是大胆地给出结论 然后让人们为你振臂高呼 当然了 单单凭断言 还不足以让你的影响力持久绵延 接下来呢 就要用到第二个手段了 就是重复 重复 再重复 重要的话 一定要说三遍 重复是最最重要的修辞手法 就算是谎言 被重复了一千次 也能成为真理 断言 在经过了不断的重复之后 才会在群体的头脑当中生根 使人们 把它当作真理给接受下来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深层区域 我们的行为动机 都是在那个地方形成的 而那些被不断重复的断言 就会进入到这个无意识区域 到了最后 这些言论出自谁的口 我们都会忘记掉 这些观念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判断 并且最终对他深信不疑 我们可以想想看 那些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 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原因就在这里 像是横元祥 羊羊羊 今年过节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牙好胃口好 蓝天六臂志 得福 纵享丝滑 你冷静下来想想看 这些广告语 其实都毫无逻辑 哪里有什么因果推理的联系 但是这些断言式的内容 在经过不断的重复轰炸之后 就被深埋在了我的脑海当中 有些广告都已经停播十几年了 但是我到现在 都还能随口就说出广告当中的品牌 那么 在有了前两步断言和重复的铺垫之后 病毒般的传染就会开始发挥作用了 最终会成为整个群体共同的认知 关于传染啊 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 传染来源于模仿 因为我们大脑当中 镜像神经元的存在 所以模仿就是一种天性 特别是我们上期节目所提到的 那些长期间接因素 已经在群众的心中埋下了共识 那么传染也就扩散的更为容易了 当一个人的观念 在经过了断言重复和传染 而被普及开来之后 他会因为环境而获得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他就是影响力 或者我们也叫他名望 乐旁认为 个人的名望和影响力 是比财富更加诱人的东西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 一个人的影响力 无论是以言论 还是以著作的方式呈现出来 都可以对普通人 形成一种支配作用 让我们充满敬畏 影响力这种东西啊 其实绝大部分人 拥有的都是一些外在的 被赋予的影响力 像是财富 或者是头衔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看到一身戎装的军人 或者是披着法袍的律师 又或者是身居高位的领导 我们都会肃然起敬 但是人们敬畏的 是这些人的身份和权利 当他们脱下军装和法袍 离开自己的权杖 那他的影响力 自然会折损大半 不仅仅是个人的名望如此啊 就连那些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影响力 也依然如此 人们被那些事物 在历史当中 所具有的影响力给压迫着 比方说 作为一个现代读者 要你去读河马史诗 一定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但是这部著作的名望 他就放在那 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不 再比方说 雅典未成的帕特农神庙 现在只不过是一堆 毫无生趣的破败废墟了 但是他的巨大名望 就是可以让过往的人 都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甚至还要装出一副 对伟大建筑的崇拜 被名望包裹下的真实的人 或者是事 他的本来面目到底如何 已经无所谓了 人们只认名望 也只屈服于名望 个人的影响力 可以源于社会地位 军事业绩 或者是宗教敬畏 而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你必须是一个成功的人 对于成功者的那些信念 就因为他的成功 这件事实摆在了大家面前 所以就不会有人在产生质疑 因为你是成功的 所以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成功就是通向名望的最重要的解体 而成功者一旦失败呢 名望也将随之消失 英雄一旦在今日落败 那么昨天还爱戴他的那些人 立马就会倒戈相向 出手践踏 因为人们要为自己曾经像一个 已经不复存在的权威 点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你听听看 乐旁的这些话 对于今天的社会 又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讽刺呢 其实啊 想要获得名望 乐旁他自己 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他把自己的观念 用断言的方式给记录了下来 并在书中通篇地重复重复再重复 这些思想 经由只能够接受简单观念 并且丧失推理能力的群众 不断地传染 扩散开来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这些人 仍然对乐旁当年的文字充满了敬畏 对他这些简单明了 言之凿凿的言论 打心底里认同 并由衷地赞叹 就如同我们第一期节目所说的那样 乌合之众这本书 能够流传百年 成为群体心理学的经典 这本身就在证明他的正确性 乐旁 何止是在展示群众的愚蠢 告诉我们说服他们的技巧 教会我们怎么获得影响力 成为领袖 除此之外 更多的是他给了我们一副 重新看待群体 看待社会 看待历史 看待文明 看待人性的滤镜 而滤镜前后的世界 哪一个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真实呢 想做众人皆罪 我独醒的英雄吗 孤独的悲壮 谁来欣赏呢 一个人的癫狂 当然会被视为疯子 而在群体癫狂当中 自持理智的人 不同样 也是大家眼中的病人吗 然而现在 我们在看完了乌合之众这本书之后 我们还甘愿随波逐流 沦为乌合之众吗 在这里 有天然的正确性 有能够轻易获得的力量 有令人痴迷的信仰 这里能够满足一切世俗的需要 难道它不好吗 乌合之众这本书 是不是惊扰了一些 本不该被唤醒的人 我们该称之为救赎呢 还是说 它是一种放逐呢 而且话又说回来 英雄和群众之间 你以为我们真的有得选吗 如果我们身在1789 身在1939 或是身在1966 我们能够选什么呢 在多少年后的今天 我们能够隔空观火 悠然自得 讥讽前人的愚蠢和疯狂 为自己的聪明与理智 沾沾自喜 这可真是一件 值得庆幸的事情 而当下一个会被历史称为 教训的时间 滚动到我们这些人面前的时候 我们有多少的自信 让后人不为我们唏嘘 不让他们暗自的庆幸呢 好了 乌合之众的解读 到这里就全部完结了 希望它对你是有所帮助的 下本书 您想听什么呢 请在这儿留言告诉我吧 感谢您的陪伴 您的每一次赞赏与分享 我都认真的 当做是爱 请容我一些时间吧 我会很快回来的 我是小书童 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之后 感谢观看